在一人的世界中究竟能不能飞升 大概率是能的 或者是有类似概念的 相关的说明已经戒王也和武当掌门的话透露了 飞升知识不一定有 但与之相关的秘密却一定有 而这个秘密所有祖师飞升过的门派掌门都知道 那么我们回到三一门 左若同知不知道这个秘密呢 从三一门漫画整篇来看 他连祖师有没有飞升都不知道 所以他应该是不知道的 既然他不知道这个秘密 那就反向证明三一门的祖师并没有飞升 那么逆升三重从头至尾就不是通天的功法 再次回到左若同部分 逆升三重到底能不能呈现 答案是不能 至少目前传下来的新法是不能的 三一门的理念 正是先天一气化四之百还顺王逆长 那么练回先天一气的状态 理论上就能长生久世 这个说法就对吗 对也不对 练回先天一气理论上确实能长生久世 根据左若同二重常年开着后青春未改就能看出 逆升的功法有类似神奇的功效 延年一寿是自然的 左门长三重后平须而立 挥袖间便自成解界 无一不符合三重后通天彻底的说法 但是它不是先天一气的状态 再怎么构建逆升 到了逆升之路的尽头 也只是为先天的状态 在神明灵的作用下还是会现出原形 长生久世终究是一场梦 三一的理念没有问题 但是三一的功法却是歪的 个人理解先天一气应该是某个极限 也就是永远不能 或者无法到达的地方 到了的话 先天一气永远重盈 你就能长生 但是三一的功法 逆升三重最后走歪了 本以为会先天一气 用枝不解 最后却还是虚假的先天 所以不是路没走完 是路走歪了 走到头了但是不对 因此左门长明明 感觉不对了 却还是想证一下 最终以身讯道得出结论 逆升三重不是自己所追寻的先术 到头来 也只是天下百花齐放 艺术中的一种手段 三一门也并不是天下人 所仰慕的玄宗 到头来 还是与机云社 天公堂 火德宗之流 一个兴致的记忆流派 而自己终其一生 所追随的先人之术 所谓天下人为之钦佩的玄法 到头来 依然是一介凡人利用技巧 在自己血肉之躯上 玩的一点小小把戏 所以逆升三重这条路 压根走不通 但是错误的路 依旧可以提升性命修为 作者已经借礼慕玄之口 讲述过了 所以已达三重的左落筒 即便修为通点 性命也锤炼几乎到了极致 然而路错了 依旧无法语化 当然这条路说的是长生 这对一生以圣人 要求自己的左落筒而言 无疑是信仰的彻底崩塌 长生和羽化的关系 还要等作者后面再揭露 接着来说吴根生 在最后吴根生有没有问题呢 有问题 他犯了很大的毛病 好为人使 通天之路他走到羽化了吗 没有 那他亲眼见过羽化吗 也没有 从吴根生出生年份 活动时代来看 他目前见过性命修为最高的人 就是左落筒吧 然后大家看到了什么 他竟然在指导别人 先不说指导的对错 对于一个尚且正在路上 同时还不确定 自己的路正确与否 而在摸索的人 指导另一个走错路的人 这个行为凭一句好为人使 应该不算乱凭吧 除非他此时真正见过成仙之路 那就是另一种可能 他之前变去过24节骨 那他刻下九曲盘缓动这五个字 更显得吴根生 点拨左落筒这一幕问题很大 整个往事线是紧扣主题的 往事线是吴根生的描绘线 那么三一门在吴根生的人生里 必然是极为重要的 且看后面到底如何 只是可惜了昙花一现的 大营仙人左门长 多年来的悬门之梦 最后破碎在吴根生的 最后一击神明灵下 着实让人惋惜 左门长 修行不易 路一直在脚下 以上内容纯属分析猜测 请大伙理性讨论切勿当真 请不吝点赞 转发一下